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,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,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。 于是他立刻赞回家,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这个珍贵的大道。 求道以后,他深刻体认到道数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,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,但却不能超生了死。 学了一身道数而脱不了轮回,学得再多再精都没有用,所以不就把他的图字起锁。